为期八天赛事的108学年度全国国小篮球锦标赛 来自台东的B帽国小跟新生国小女篮 17号预赛上演现代对抗 为了抢下晋级资格两队卯足全力 B帽国小利用篮下优势要分 新生国小则多次突破抢分 不过新生国小有多次失误 加上B帽国小稳劲罚球 中场分数27比15 B帽国小拔得头筹 彼此在选拔赛或者在台东继承对抗赛 就已经都常常遇到这样 那其实我们都很希望能够一起挺进 今年再次拿到参赛代表权的B帽国小 透过平时加强训练 提升球技跟心态建立 球员表现不像去年紧张 已准备好引接高强度赛事 高年级球员更是把握机会 在小学最后一个夏天 带领学妹拿校更好成绩共创回忆 我们都希望我们可以达到全国赛的八强 就是上场的时候都不要紧张 就是先不要管分数 把自己最后的那一方面展现出来 这个赛事小朋友已经期待很久了 我们也很辛苦的练习了一年 只赢过一场 所以去年是被淘汰的 进行下一轮冲赛 原则室温 火送普达瑞亚台北市采访报导